天气很冷 很多山区都可以看到白雪了 很多人更是开车上山追雪 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安全了 台14甲县花莲石门山路段 因为海拔高石气垢 陆续降下冰散和白雪 凌晨期间雪融化了 在路上就结冰 加上坡度很大 导致没有挂雪链的车子 是一个个撞上了山壁受困 连处理交通事故的警车 也都意外遭受波及 全台持续冰冻 高海拔的高山陆续降下冰线 甚至白雪 其中台14甲县花莲石门山路段 因为海拔超过3000公尺 清晨不但降雪 地面还结冰 加上坡度大 许多车辆频频打滑撞山 就连来处理的警车也都被撞 在台14甲县33.7K 也就是石门山的中段 这段陡坡发生了结霜的状况 现在造成车身后有非常多的车辆受阻 他们都是因为动力不足 或者是没有加上雪链 所以爬不上这个陡坡 那我们现在警方跟工程人员 正在现场协助他们做排除 而这些受困的车辆 警方是找来了 四轮驱动车帮忙脱掉 以陆续脱困 加上太阳露脸 结冰的路段也逐渐融化 当地也慢慢恢复了正常的通行 记者林杰修林乡采访报道 东西